国医大师薛博寿,如今已八十二岁高龄,依然是精神觉硕,思维敏捷,不履轻盈,每天仍然坚持做整看病。 薛博寿是从与著名中医学家普普周周恩来总理的保健医生,擅长中医内,腹,而可以难顶。 对于养生,薛老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,用六句话可以概括,一晚餐有个健康比三比一比一薛老,每天的晚餐虽然比较简单,但是非常注意荤素搭配,晚餐有个三比一比一的比例原则。 三种蔬菜,最好是水令蔬菜,然后加一种肉食或者鱼类,再加一碗粥,你美学老来自南方,比较喜欢喝粥,每天一碗粥也是一年四季晚的餐必备。 不过,粥的种类会因食而变,粥中会加入百合、梨、笔记、莲子、藕等材料,可以选其一而放在粥中,能够健脾、乱脏、疏通济血。 而对于肉类,学老要求不高,人不是老虎,不能只做肉食动物,吃肉要有节制,肉类摄入过度,是会导致疾病的。 中国居民善食俊男,建议我们每天应摄入300到500克蔬菜,150到225克肉类,吃肉应少吃肥肉、内脏等,建议优先选择出勤肉、鱼香类、蛋类。 而蔬菜是蔬通身体之草,学老认为,蔬字上面是草,下面是蔬。 蔬通的蔬,胃肠已通未忧,意思是只有多吃蔬菜,肠道才会通畅,只有通畅了。 自然百病不生。 比如,萝卜有鲤气的作用,而萝卜的种子中医称为来福子,可以负账。 蔬菜含有丰富的纤维素,很多老中医都推荐行离枝。 早上起来,将蔬菜和雪花梨打成这来喝,蔬菜和梨本身能宣费清费。 而废语大肠相表里,废气宣畅,大便也就通了,三饮食又节,锦和五味,一时一定要有节制。 抱也抱食,大吃大喝,会加重肠胃负担。 消化液分离供不应求,营养不能被及时吸收书步。 脾胃会受损。 脾胃是身体的基础和重心。 脾胃不好必然容易生病。 此外,薛老倡导病人,荤素搭配,必须以素食为主。 金醋粮搭配,必须吃醋粮的药,锦和五味,也就是酸、肝、辛、苦、咸都要吃一些。 不能偏食,更要清淡,每次吃饭时,薛老从不说话,总是细脚慢液。 中国居民善食指南,2016版,建议,平均每天不重复的食物状态数达到12种以上,每周达到25种以上,烹调油和调味品不算。 苦薯类三种,蔬菜水果类四种,畜青鱼蛋奶类三种,奶和大豆坚果类,两种很容易就达到了要求。 自食补不如精补,薛老认为,药博不如食补,食补不如精补。 精神好,心情好,人自然就健康,压力过大或于持久,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。 最名利的追求,对贫富差距心态的不平稳,操心,思虑,到去郁闷,犯极,犹豫,浮躁等极致失调的情况,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健康。 顾散步是最容易的防病方,薛老每天早晨都会散步一小时,在他看来,有节律的散步,可安定神经而建脑。 散步时,腹部、腰部肌群运动,对肠围有按摩作用,促进食物消化吸收,同时可锻炼心肌,促进血液循环。 顾散步是最减便而有益的运动,薛老认为,散步是最容易健身防病的运动。 每人每天都该有一定的运动时间,且要长久坚持,薛老的散步法与常人不一样。 他认为散步不因光动膝盖,也该配合上肢运动。 散步过程中,他讲究整个身体,有节奏的摆动。 散步是身体挺直,上肢摆动,腹部肌肉收缩,呼吸轩云,而稍加深。 散步,薛博寿还会做一套自创的太极运动,六中六方不仅致病,还能养生。 在薛老看来,中药方除了致病,还能养生。 薛老踢场调产气血,主张用黄旗赤风汤,作为四食,养生保健房,配方如下。 生黄旗二两六十克,吃烧一钱三克,防风一钱,一气猪羊,活血形质,趋风通落。 不过,药方要遵循而行,来源树健康时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